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最近第九十件奥斯卡公布了最佳影片 《水行物语》成为最大赢家 很多三块广告牌的忠实观众为其暴打不平 觉得这部影片剧情略显俗套 就是常见的美女野兽的故事 单靠猎奇的人兽杂交和政治正确取胜 可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洛洛就给大家深度解读一下 这部备受争议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水行物语》 故事背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冷战时期 影片的女主是名雅女,不会说话 在美国一家政府研究所做清洁工 日常就是 一个人去上班 又一个人去吃饭 一个人出去逛 又一个人躺在床 孤单如影随形 不过还好的是他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他的邻居 是名郁郁不得志的同性画家 在那个年代 同性恋并不被世人接受 所以他的日常更多是羽毛伪伴 另一个是他的同事黑妹 那时的社会充满了种族歧视 对黑人也并不友好 黑妹也经常和亚女吐槽 日子就这样 孤单又平静地过着 直到这个天 研究所送来了一个神秘的研究对象 亚女无意中看到了这个神秘东西的手掌 对此很好奇 但没看清楚就被研究员赶了出去 之后亚女和黑妹又看到长官从那个研究室出来 还被咬掉的手指掀血直流 随后两人就被叫去打扫这个研究室 地上满是掀血 亚女还发现了长官被咬掉的手指 黑妹赶紧出去叫人 而独自留在研究室的亚女 却看到了这个神秘的生物 是个长相怪异的人鱼 不知为何亚女和人鱼有种心心相惜的感觉 从那以后只要亚女独自在研究室打扫卫生 就给人鱼带吃的 人鱼也感觉到亚女并无恶意 就这样 他们慢慢熟悉了 亚女也看清楚了人鱼的样子 开始教人鱼一些手语 没想到人鱼很聪明 很快就学会了 尽管他们都不说话 但沟通却很愉快 自从认识人鱼后 亚女的生活变得开心多了 还放音乐给人鱼听 在他面前听着音乐跳舞 一切如此浪漫 而这一幕刚好被研究人鱼的科学家看到 可这个人不仅仅是美国的科学家 还是一名苏联间谍 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时刻掌握这里的最新科技研究 这次发现了人鱼 这个生物虽说是鱼 但却可以离开水 在空气中短暂生存 并且人鱼具有很高的智商 似乎可以与人交流 他把这些信息全部汇报给了苏联长官 但长官似乎不太在意 这天 亚女像往常一样去给人鱼喂食 却发现人鱼被铁链绑着 还受了伤 这时美国长官来到了研究室 亚女赶紧藏了起来 竟看到长官在惦记人鱼 随后一个将军也来参观人鱼 并决定解剖人鱼进行研究 科学家反对这样的做法 但他没有什么话语权 这时科学家还看到了藏着的亚女 不过没有揭穿他 当天中午 亚女和画家说了此事 决定要救人鱼 希望她可以帮忙 但画家不同意 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 而且还犯法 再说人鱼也并不是人类 说完就离开了 亚女很崩溃 画家这边拿着自己的画作去投稿 可惜被拒绝了 郁闷的画家来到了长去的餐厅 因为这里有他喜欢的人 这家餐厅的老板 尽管不喜欢老板做的蛋糕 还是天天来买 存了一冰箱 可当老板知道画家是同性恋后 毫不留情地把她赶了出去 伤心的画家回到家 发现只有亚女可以接受理解她 于是决定帮助亚女 亚女打算将人鱼 通过经纪通道运出去 让画家伪造了研究所的民进卡 在通道口接应 门口守卫换班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所以必须在五分钟内 把人鱼运出去 科学家这边 自己无法违抗解剖人鱼的命令 赶紧联系了苏联长官 希望可以安排人把人鱼偷运出来 但长官却让科学家杀了人鱼 表示研究出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美国人没机会研究 科学家很纠结 一边是自己的国家 一边是自己对科学的热忱 还好看到了亚女在移动摄像楼 知道了亚女的计划 也决定帮助亚女 先在电查处放好了炸弹 让研究所停电十分钟 而这时 黑妹也看到了亚女 也选择了帮助她 可情况无妙 画家这边受到了门卫的阻拦 长官也发现了异常 还好科学家及时出现 杀死了门卫 轻轻一发之际 亚女终于救走了人鱼 放到了自家浴缸中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当天晚上 长官全面排查了研究所 发现了炸弹 怀疑是苏联特种部队做的 毕竟不到五分钟 就完成了潜入行动 绝对不简单 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竟然是一个清洁工作呢 之后亚女观察了河道 准备等到下雨天 把人鱼送回海里 而这些日子 就让人鱼住在了自家浴缸里 慢慢的 亚女和人鱼产生了情愫 在一个寂静的夜晚 他们做了羞羞的事 之后有一天 亚女把门堵上了 放了整整一屋子的水 上演了影片最唯美的一幕 更神奇的是 他们发现人鱼的身体会发光 而且发光的时候 可以让秃顶的人长出头发来 还可以让伤口快速愈合 但在空气中生活了太久的人鱼 身体开始变得虚弱 亚女很不舍得人鱼离开 但这一天还是要来临了 另一边上级一直向长官施压 自己的手指都烂成了黑色的 也没时间治疗 经过调查 长官开始怀疑科学家 而苏联这边也不信任科学家了 他们认为科学家杀死了人鱼 自己处理了尸体 可却汇报说 解剖人鱼没发现什么价值 于是苏联让科学家撤离 但实际上是想杀他灭口 而这一幕 刚好被一直跟踪他的长官看到 长官杀死了苏联人 质问科学家人鱼的下落 不过科学家到死都没透露一点消息 之后长官又来到黑妹家问话 不料黑妹的丈夫直接说出了人鱼在雅女家 长官连忙赶到雅女家 却没看到人鱼 不过倒看到了日地上的笔记 原来雅女已经带着人鱼到了河道 他们相互告别后准备离开 可这时长官却赶了过来 他打死了雅女和人鱼 不过没想到人鱼竟然可以自愈又站了起来 他杀死了长官抱着雅女跳入了河中 在河中雅女又睁开了眼睛 脖子上的三道疤痕变成了鱼腮 就这样他们浪漫地生活在了一起 故事就到这里 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 可能吐槽女主不好看 男主造型丑 严控的小伙伴实在看不下去 但乐乐觉得这恰恰是导演的用意 谁说爱情只放在公主和王子身上 谁说只有美女帅哥的光环加持才能成为主角 或许不漂亮甚至有些缺陷 或许遇到的是水怪没有变成英俊的王子 可那又怎样 懂我就好 这难道不是极致的浪漫吗 另外本篇对于每个角色的刻画都很深刻 孤独的雅女 郁郁不得知的同性化家 备受极致的黑人女孩 双重身份的科学家 还有那个身居高位的美国长官 无论身居高位还是低层 都有着自己的无奈与孤独 有人说这些角色太符合政治政权了 但乐乐觉得这些角色又不是为了政权而政权 恰恰是每个角色都很鲜明 又很适合 仅此而已 而影片结尾 人和余相恋跨越了物种和边界 而留下的对比却是这个社会 人与恋都可以跨越物种 可人与人之间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 总体来说 这部电影不是简单的美女野兽 也没有拍成烂俗的穷妖剧 而是更深入的探讨人性 当然 令我最喜欢的还是她的浪漫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奥斯卡经典影片 录录以后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